爸爸立法则第一弹 反样 神豪八岁 往进大海巷有件公司老板家的公子 一金的同学 因为老爸忙生意 他每月能见到他弟的次数 大约是0.1次 好哥 你从六岁开始就在我家赠饭 都两年了 估计是喜欢我姐吧 这怎么可能喜欢你姐 我喜欢的其实是你胆子 他伸手并且 杨明星 温和的时候特别温和 有时候特别的烦 就连我能怕的姿势都特别的男人 我真实是太崇拜他了 好哥 你口味实在是很独特 你们这些天天能见到爸爸的人 怎么能明白我心里的苦 我老妈脑子里都是那些海鲜 就连他每月出现了0.1次 也是在不停地看手机 我已经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子来了 我多希望你爸爸就是我爸爸 一金二两 以后我能到你们家来冲睡吗 爸爸与法则第一条 从六岁开始 孩子呈现出学习认知和榜样的心理学球 爸爸是最合适的榜样人选 如果爸爸缺习 他也一定会为自己寻找别的榜样 结果 咱们可别让隔壁的老王占了便宜哦 一金二两